练练肩膀三角肌 中侧前后拨 欢迎点赞及订阅 今集就是说 练肩膀 肩膀又叫三角肌 今集就是全程 在GIMU 直接拍下来 史无言第一次讲的 比较方便些 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 肩膀又叫三角肌 英文叫Delta 肩膀这叫SOLO 为什么叫三角肌呢 肩膀是中侧前后四种 有什么分别 待会我做一件事会说 你好,Wikita 欢迎来到伟大健身频道 这次是练肩膀 中侧前后 做尖肩膀 肩膀是对条鱼有点好 所以做尖肩膀要按摩 肩膀一定要够一张椅子 盡量不要用那些 BANG BANG 直到尖直的话 最好用这种椅子 那种椅子 这种椅子 它的优点就可以 比你BANG更加好的 OK 一會兒就會示範說 中則前後 跟次序 是中 跟左側 再前後 這四種 OK 好 今集就是講練肩膀 這個肩膀就是釘頭 三角肌 今集就一次過用這張椅子 加上什麼來? 這帶 一對馬來 可以做到所有的中則前後 三個肌分開中前後 但在我來說是中則前後 甚至這樣做 先講表中體重 以前看過這個視頻 就講過練肩膀的表中體重 是一半 是自己只有體重的一半 舉了下三公斤 多下六十公斤 一半就是玩三十公斤 OK 現在才做中薄的三十公斤 就是右十五 左十五加起來的三十公斤 OK 記得用力的時候科力化 不想吃香 之前那個視頻都講過 現在那個時候 就是中間旋轉落 那時候九十公斤 剛剛好得了 OK 記得用肥膚去扮 不想吃香 OK 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有時候 記得放在這個大腿那裏 好 一對十五公斤的馬鈴 大家放在大腿上 借力上 放在大腿那裏 借力上 中間 關於我的小匯快 沒有過不來 沒有過不來 走 後來拿走 下去 最難的 又是 你現在 我自己先去 放在大肌肉上 起身 再講一次 轉動時都會快 最好轉動時剛才90度 就練這個中股 他比方看著我說過就是一半 OK 大家知道嗎 好 現在下一個就是做一個側薄 OK 好 現在就練這個側薄 還沒講側薄之前 補充那個中股之前的那個中股 因為肩膀不可以全程做完 就是半程 所以剛才看過中股 是下一個90度而已 現在這個側薄 也是剛剛在90度 不會上完的 就是剛剛水平 這裏90度OK 還有再補充一點 在西方的角度 三個股是分開三部份的 中前後 而在我來講 是四趴 一會第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再講 三趴和四趴的分別 在我來講 是分開中質前後 OK 現在這個就是練側薄 那誰看過呢 以前看過 那中股是一半的 那側薄呢 是他一半的一半 因為側薄的力量 比起中股差很遠 所以起碼是差一半 所以你要練四個股 一半的一半 如果他說三公斤 到六個股 一半的一半 就是15公斤 OK 他現在試玩 每一邊的7.5公斤 加上15公斤 OK 再講一次 用它那時科學快 然後用她那時科學快 用它那時科學快 用它那時科學快 上那時科學快 不用過融化 還要得早和這時候科學快 這個是水平的 OK 用它那時科學快 不用過融化 還有這個剛剛可控制度 這是水平的 用它那時科學快 不能有時科學快 用它那時科學快 剛剛好,水皮 這裡適合,旁邊的90度 OK 現在發覺旁邊很硬 所以剛剛上水來90度,OK 還可以了 待會再做一個 潛伏 好,現在就說練潛伏 看以前的短視頻的傳播 它的標準是你一半的一半 我再說的時候,60公斤 一半一半就是15公斤 待會再用7.5公斤 看短視頻再說 它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一前一後動 另一種就是一起動 兩種我都會示範做一碟 還有說過它不是一個孤英廚 所以到這裡就行了 不需要用力 如果不過來的話 打這隻 OK 最好是像這樣 像姜姿一樣打中 就可以了 OK 做一次給大家看看 就是用力氣勢 可以發言 可以做一次 7.5公斤 好,歡迎大家 可以做一次 第一種玩法 第二種玩法 第二種玩法 所以可以這樣分開 又或者一起動 OK 再說一次 直上 左右兩種 又或者一起動 我通常習慣懶 時間都要一起動 OK 大家看到了 OK 最後就是再說 後駁是怎樣練的 OK 去片 好 現在就說一下 後駁 你看見那個鏡頭 還低了 因為我練後駁 好嗎 OK 再看回以前這個短視頻 說過後駁 有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90度 一種就像飛鳥 我現在才玩過90度 那個比較容易 和硬 OK 又是那個標準 標準 又是一半的一半 因為 側駁 前駁和後駁 是弱過中駁 所以是弱了一半 中駁已經做了 身體一半 一半一半 就是他的樓 然後我打到60 又是玩了15公斤 然後我就每人 左 撕點撕點 又是說過 他是一個 不是全程 半程 所以上到是這麼多 不再上去 你上去 你的骨格 肩膀都做不到 咬住 90度就行了 又用力的時候 可以發 不一樣的時間 做一次給大家看看 這次做之前那三個肩膀 後駁的優點 就是不需要什麼腰帶 這個人一的優點 不用被人的燈 對著這個人沒有傷害 因為他 真的在 我只要記住 所以那次 不要抬起頭 OK 做一次給大家看看 坐在那裡 接著快 接著慢 走到90度 可以快速快速慢 再試一下 大家見看清楚 現在回合了90度 剛才快速慢 快速慢速度 可以快速慢 這力量比較便宜 要快速慢速度 而且比它快速慢速度 還有另一件事是Delta 和Soda 都叫做博單角肌 這兩個分別是Delta 叫做三角肌 分為三方面 前 中 後 肩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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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分別是 大家做法不一樣 在他們來說 Delta 三角肌是前 中 後 他們所有的玩法 不論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或者是後撥 全部都好像飛鳥 這三方面是玩到前 中 後 但有一個少許混淆 就是那個中撥 那個中撥叫做 Middle Delta 在我們來說 中撥還可以分開中撥和直撥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直撥 後撥和前撥 它全部玩法 都好像個飛鳥的玩法 但在我來說 中撥 上面的玩法 之前說過 是想去這個舉辦 像推空一樣做的 不過是向上推的 而這個真的是 我定義的中撥 跟他們的中國定義不同 因為你很難告訴別人 這個是玩中撥和直撥的 報警 在我的地上 這個就是直撥 而這個就是中撥 而這個就是中撥 很分開的 他們來說 鬼流量叫Delta 他們就不理 兩個合起來都叫中撥 所以你會覺得很偉猴 究竟你是玩中撥和直撥 看這幅圖清楚 我把這個中撥分成兩個結 一個叫中撥 一個叫直撥 所以大家的玩法是不同的 很簡單 做一個總結一次 所有的肩膀 無論是前 後 或是直撥 全部都是一個卑調形式去玩 可能是後 直撥 或者是前面 都是這樣的玩法 全部都是一種卑調形式去做 它不會做一個開出來的中撥 所以分清楚 所以我的建議都是玩中撥前流 把這個肩膀放在四部分 好過你單部分 如果不然會變成粉牛 大家清楚明白嗎 OK 再玩一下肩膀先 這個呢 做肩膀最重要是 全部都是什麼Delta 再說一次 盡量用回這種肩膀 這種肩膀會比較好 好了 那麼我們玩的側肩膀在那裡 遲些玩的肩膀是站在那裡的 那麼站在那裡怎麼玩呢 如果用啞鈴之外 用鋼來的 或者用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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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用鋼來的玩法 我以前視頻都講過標準體重 那為什麼呢 你們又來講 這個視頻是一年全的 我經常叫那些會員 或者訂閱或追蹤 看回我的視頻 但有這個問題 是一年全的 那我唯一再講一遍 為什麼會再講一次 因為這個標準體重 那時候講過身體的比例 二三頭 你說二三頭 舉把手臂的比例 而虛空的比例 全部都講過這個比例 另外一個短 另外一個視頻 就講過那個方向 例如虛空的方向 肩膀的方向 上空 虛空 下空 尖邪 全部的方向都一樣 所以 我還是穩陣一點 再找一集 再找清楚 大家不要經常問 這個標準體重玩多少 這個肩膀玩多少 虛空玩多少 上空下空玩多少 那不如做一集 再總結一下 將這個方向和這個比例 再加上呼吸 呼吸之前的 我用你的呼吸 可能不可以 又閉嘴 做下一集 三次的講完 那這三次的講完之後 大家就很清楚 OK 希望大家分享這個視頻 給你親戚朋友 做得辛苦 還有單位在我的支援 這樣說 還有給你一個讚好 給你當然要訂閱 OK 還有左右下角的按鈕 大家可以看見 這隻第一次在 它從頭到尾巴布全場 大家捧嘗 OK 下集見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